就是上週五跟上週六 我們的行程很充實 那原妹姊妹跟她的弟兄 我們為了這個禮拜六的一個行動 所以呢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就四個人 四個人呢就開著車然後就往台中訓 那這是原妹姊妹跟陳弟兄 第二次到我們家 那我要說的是 他們兩位非常非常有負擔 因為我們要去之前 我們就負擔還蠻明確的 就是希望有機會能夠讓我的父親受盡 那因為我贏得就27年了 可是呢因為我都在台北嘛 然後也很忙碌 所以每年回去的機會真的是不多啦 不會說因為台北到台中很近就常回去 一年回去可能三次或不到五次吧 那個時間真的是非常短 那所以在這樣的負擔之下呢 我們就把握時間 那我只能見證說我們的佩搭很甜美 然後呢 姊姊妹的女非常剛強 那在當地的聖徒呢 有兩位 對不起有三位 有一對夫妻還有一對雙子的弟兄 那因為我父親已經八十多歲了 所以呢 當地的聖徒呢 就是這一對的這個年長優姊妹 那年長弟兄八十多歲 大概比我爸爸大三歲 然後也是同樣是外省的 因為我是在軍人家庭中長大的 對 所以就是背景也很接近 然後那三位弟兄的佩搭也非常非常的運用靈 那我覺得我們配他非常的順暢 所以一切都是在身體的裡面來進行的 那我想相通一下這個我父親的背景 因為我們這個軍人家庭 我父親是中校退休 那軍人呢就是白手起家 非常的信靠自己的努力 那我記得在我結婚去會的時候 我父親說他只信三名主義 對 當然那是分子幾年前的事情 可是就是說從我成為基督徒 就指定一家 這個過程中呢其實 陸陸續續 斷斷續續 都是有不同基庸子內去過我家 可是那個頻率不是很頻繁 可能就是拖很久 所以才會拖了二十七年 那這個部分我想真的是感謝主啊 那這是他的這個背景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我父親七十一歲的時候 他得了那個大腸癌一期 那時候他七十一歲 在一個這麼信靠自己的人 呃年紀這麼大得的癌症 他想他的人生已經到了盡頭 應該就不久人世了 所以那時候非常的沮喪 那當然也非常的難過喔 那可是呢 呃經過了這個治療 那主因治了他 我認為是主因治了他 事實也證明就是主的恩典到他 嗯 怎麼說呢 呃因為我那時候很堅持 他在台中呃 呃太刀之後 我堅持他到核心院去做治療 因為我比較幸運那邊的醫生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任何的人事背景 也沒有去找任何的關係 但是後來知道說 為我父親治療的這一位醫生 就是幫李敖大師治療 攝護線的那位很有名的醫生 嗯 對那我就覺得 啊這是感謝讚美主 因為碰到了這樣的一 主借著這個很棒的醫生來治他 所以他在這個十幾年的這個 追蹤治療裡面 非常的順利 那他不是只有治療這個 呃大腸癌 他真的是很辛苦 那個軍人嘛 有一些機久的那個 呃機勞成績的那個 一些慢性病 那先是大腸癌 呃 對不起講錯了 膀胱癌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 癌細胞比較能夠控制之後呢 就 處理他的攝護線的問題 接下來呢 又過了一段時間 再處理他痔瘡的問題 好 其實這些其實都很 很大的手術啦 那也會非常的痛 可是我覺得 這一路上呢 我只跟我父親講一句話 我說這個 主的恩典 主實在是太愛你了 你看這十幾年 然後你現在非常的健康 老人最怕摔 要不然就是重感冒 好他只要沒有摔 沒有重感冒 其實 呃講話是 空腔有病 頭腦非常清楚 好 那這個 非常非常的健康 好 對所以我非常感謝主 這一路 呃的這個代理 那我們 我們在進到我家的時候呢 呃 這個真的那天非常的特別 呃 呃 可能丟給那個魚太剛搶了 然後配搭太喜樂了 我從一開門 呃 看到呃 我灑灑 呃 這個就 像年輕人的把我黏著進去 齁 可是以前我們回去呢 可能會稍微看見一個 的 就是老虎醜煩嘛 齁 那不管是年長的 或者是 呃 年輕人就是 講來講去都是啊 我的工作怎麼樣 我身體怎麼樣啊 然後小孩不聽話啊 就是講一些很萬念 很老虎醜煩的事情 永遠是這樣 那 通常我爸爸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就會說我哥哥那邊怎麼樣 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就說我弟弟那邊怎麼樣 那 那我在台北 就我在台北 所以他們一個人照顧一個 爸爸照顧弟弟 媽媽照顧 哥哥 爸爸照顧哥哥 媽媽照顧弟弟 對 所以呢 他們已經退休了 但是呢還是 一直為兒女煩心啦 那因為我在台北 還好有主耶穌照顧我媽媽 所以他煩心可以少一點點 但是呢 他還是會掛念我在呃 台北的這個工作啦 家庭等等啊 那我只能說感謝祖 所以就是說 從他們那天 每一個人的這個感覺 很奇妙欸 跟我以前回去 看到你感覺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然後記得天佣子妹的 唱師哥非常用力 那我們兩位弟兄 都有帶這個吉他去 然後前弟兄還帶音箱 對 所以那個 師哥的那個氣勢跟感動人 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後他就唱得非常的大聲 對 所以呢 欸我們就很順利的 藉著天佣子妹 剛強的靈 然後有這個身體的配搭 所以呢 我們就很順利的 這個提醒他們 欸是應該受慶啊 是應該要不要受慶啊 就是提了幾次之後呢 我父親用同意的 那同意呢 他受慶又非常 我沒有看過他這樣子欸 就一個老人家喔 他可以雙手舉起來 然後 這個 嗯 這個宣告得很大聲啊 然後 就是基礎德教 真的 對 然後那個 真的是很棒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完全的順 對完全的順 對 對 真的是 然後那個 換著我少少 我少要新年紀比我小 那我們就發現 欸 他怎麼帶了一個十字架的項鍊 然後給我子妹就說 欸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帶十字架的項鍊呢 什麼什麼的 他就說 喔還不是 那我說你好像在大陸進入福音對不對 他說對 結果呢 我就說 那你今天要不要受慶 一樣 就是你進入福音了嘛 那今天要不要受慶 欸 很奇妙 他也很舒服說要 對 就是 真的是跟我們平常所接觸到的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那這樣我好像轉太久了 不會 對 然後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後來呢 就是我們去吃飯嘛 那時候我哥哥還沒有回來 他就跟餐 再到餐廳去跟我們會合 然後呢 一下子妹就 就聊啊 然後就吃飯啊 真的很開心啊 我們 我們又就是 又一樣話 比如說 欸 你太太受慶了 爸爸也受慶了 你是長子 那你要不要今天也受慶 結果他 剛開始急 我們問了兩三次啊 沒有說要 也沒有說不要 他說他有一個問題 對 他說他 他說他有一個問題 他說因為我有 之前有歸一過 然後我說這歸一 這算什麼問題 坐在你左邊的這個 你還當過法師 對 對 對 當過法師還當過仙姑嘛 對 我說這 跟你一起吃飯了 還當過仙姑 我說如果這樣子的人 都能受慶 你是絕對可以受慶 欸笨 欸笨 所以呢 那因為我們那天要去參加 參觀台中的八會所 在逢甲大學那邊 所以呢 我說那就 那我們他就去 八會所就 你就受慶好不好 他就說 好 然後我們到八會所之後呢 就有逢甲的弟兄姊妹 也出來配搭了 對 然後又 也是大聲的唱詩歌 然後 這時候就換成 逢甲的弟兄彈吉他了 所以以前的過程 就非常的順利 所以就三位 就在同一邊幸福了 9月21號 那那天是我大兒子 屬弟的生日 對 結果沒想到 我們家三個人是 屬天的生日 非常的開心 那 我覺得這邊要講 譬如說 以往我非常羨慕 全家得救的弟兄姊妹 那覺得 哎呀在我們家那麼久 已經二十幾年 到底要脫到什麼時候啊 然後我爸爸已經87歲 還有 還有多少年力 其實 隨著他的這個 年紀越大 其實會有點交集 那姊妹就有領受負擔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機會裡面 就成就這件事情 那真的是見證主的得聖 跟主的恩典 所以呢 這邊行傳十六章三十一節說 當信號主耶穌 你而已 你一家都必得救 那這邊就主要 家是救恩的完整單位 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天使的話 簽訂在這邊 家就是救恩的完整單位 Amen 這是我第一次上次做見證 我隔壁的那人講的話 比我還要多的一次 我已經幾乎無話可說 你知道我們的夫姊妹 這個聖靈有多強 然後我小小補充一點 其實之前 為什麼可以受這樣重的負擔 我有那時候 人們來跟我交通的時候 其實我是內心非常的跳躍 我是覺得說 我要去 我要去 我要去傳這個福音 回去跟我媽講以後 她就說 你應該不要去吧 你這個 你是一隻小羊耶 而且你看起來 沒有什麼聖靈的感覺 你去的話可能 到時候事情沒有做成的話 回來以後可能 也還會蠻難過的 然後就當下 我就覺得聖靈 好像在心裡面 又起了一點猶豫喔 但是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 我覺得一切都是主的天選 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的那個夏列寧結束嘛 那一天剛好 我們的曠子妹說 她要去台中 那我就心裡想 一乾一勾 就順便去探望夫姊妹的兄兄 然後探望回來以後 我就覺得 這位長者其實非常非常親切 看到他好像 看到我自己的爸爸一樣 結果打心之下 原來他跟我爸都是空軍 然後年紀有只有差兩歲 今天爸爸也有來 然後 那你知道嗎 這個 你要打這個甜美的仗的時候 我打散就會一定會來教老 我後來以後沒多久 我的爸爸就生命住院 然後大家也知道 中間的過程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煎熬 那平常都說 沒有時間禱告 沒有時間聚會 每天在病房裡面的時候 時間突然已經多了好多出來 然後那個就經過這個 徹夜的禱告 那個禱告在臨裡面的時候 我就說 主啊 我現在什麼都願意 你叫我做什麼 我都願意了 對 我願意去傳福音 我願意 我願意去武華區 我什麼都願意 然後 對 我覺得藉著這樣子的禱告 我說那時候心裡的人 就是會想到這位劉伯伯 那時候我的心裡 感覺是說 只要我有一天 我爸爸出院 我可以手出龍種 我就要去傳福音 那主就真的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藉著那個蘇貞姊妹的訂婚 他來邀約我 就這麼巧就是我們四個人 那我們就去 我們就去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劉伯伯 他就說 哇你們怎麼帶這麼多東西來 我說對 劉伯伯我們這次有備而來 那個老人家接了以後 非常的高興 然後就剛聽舊的那個姊妹交通這個內容 我覺得主為什麼今天跟我去 因為我爸爸在七十歲的時候 他也得了大長癌 然後在那個時候呢 我受盡了 我覺得主有時候就是 藉著一些疾病啊 一些苦難啊 要生怕我們屬靈的生命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我已經承受了這樣子 我承受這樣子的恩典 我真的很願意 把這個恩典再擺上去幫助 去配搭另外一個 唾切希望自己 父親得救的姊妹 然後我們當時 那個詩歌唱下去 我隔壁這位姊妹 每天都留下來 我們看了也是好難過 其實我們第一次去探訪的時候 我們那旺姊妹 講到他五星得益的時候 他也是淚油滿足 我覺得這個聖明的工作就是這樣 會讓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把你心靈深處那種最深層的 最敏銳的最重要的那種感動 全部的挖出來 那劉波波在看到我們這樣子的交通 跟這樣子的這個背光中 我看到他眼角 真的是淚淚的含著眼淚 所以有在那個不知不覺當中 那個劉波波就順服了 然後我在那時候我去跟他說 我說劉波波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收盡 有幾乎是用肯求的那種方式去跟他交通 因為我跟他說 我說因為我在姊妹的身上 看到那種家人沒有得救 內心如火在焚燒的那種交集 我說如果你一天不得救 你的家人就是這樣子的光景 然後劉波波就點頭 然後那個大嫂我覺得真的是撿來的 因為我們前面 我們前面在跟劉波波交通的時候 其實他都不站 我們唱詩歌的時候他也都不站 他是一些小孩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劉波波已經換好衣服要受盡 然後我們弟兄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受盡 那他居然就點頭 這當下讓我們覺得說 主啊你真是恩待我們 真的看見我們姊妹的那種交易 跟那種包裹 所以呢我們就大嫂就受盡 然後這個過程喔 大嫂其實也都不在現場 也甚至等到吃飯的時候 我們再跟他說 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嗎 他就說喔 921大地震12週年 我說對 你們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你的爸爸得救了 你的太太也得救了 所以我就說 我們當下就是把握 他就當時是 他就覺得說 欸有一點錯愕啊 然後我們就把握這個機會 就告訴他說 如果 如果你也在921這一步 跟你的爸爸 跟你的太太 一同受盡 這以後的每一年的 每一天的921 就是你們三個人一起重生的日子 我說這個重生是非常非常寶貝的 是把你過去所有都埋葬掉 你的優伴 你的老虎 你的仇們全部埋葬掉 從這一天開始 你們三個都是重生的新人 Amen 我相信他也很受感動 所以他也很爽快的就點頭了 那一餐飯我們吃得非常非常的喜樂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甜美的一天 我覺得 我相信 在座各位兄兄姊妹 家裡面一定還有人是沒有得救的 那你們也就像以前我妹妹能救的時候 跟我傳福音之後 她跟我媽媽講的話 這個人沒救了 她這一輩子絕對不會信你輸 但是喔 20年過去了 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還可以做見證 就證明這天底下沒有沒救的人 只有你不想去救的人 所以既然基督的救恩是以家為單位 所以每一個人 每一個我們自己的家人 都是我們要救的人 沒有那個沒救的人 感謝讚美主 我覺得今天這個甜美的配搭 我覺得世主對我們的恩賜 雖然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經歷了心靈上很多很多的 驚濤害浪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果子是甜美的 你願意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也願意激勵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放棄 如果她 如果她是你最愛的人 你一定不要放棄她 堅定持續的為她禱告 她一定會得救 我們還要尊敬一下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沒有 沒有 其實呢 過程中最緊張的是我 他們都不知道 因為上週二我記得 我跟大家 跟我姊妹說 我們要列三個名字 导告 那我就想說 不能我這樣跟大家講 我自己沒有列啊 我們导告庫上 就列了三個名字 開始為他們导告 三天之後 對不對 我們只求一個 滿衣送三 那時候呢 他們詩歌一唱 我姊妹也淚一流 我只要說 爸爸 你今天就可以受信了 那時候都很緊張 沒有人敢 催她去換衣服 還東早西早 找不到她合適的衣服 因為她不是住在那裡 找到我大哥的一個 很寬鬆的褲子 然後她也很順服的穿上來 然後那個 就不管她是誰啊 就是啊 這個這個 代她認罪祷告 釋放你 最後說 感謝主我得救了 就看到她 感謝主我得救 那種感覺就是 救世已過 看啊 都變成心得了 Amen 謝謝兄姊妹 感謝主 我希望呢 這個故事也發生在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家裡面 Amen 那麼 這邊呢 第四大年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代祷的生活 事實上 這個代祷就是 回應 基督在她天上的代求 我們也許不知道 主天天在為我們代求 他天天在我們 為我們每一個家 每一個人祷告 那麼我們的代求呢 我們的代祷 事實上 就成為他天上的知識 是代求的反應 然後代求基督的祷告 為祷告 那麼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 照會是需要一個代祷 就是你們 你的家人 或者你難過的事 你沒有辦法獲得官 需要擺出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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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